你看看 画红线在这里 这里 能够告诉你 知道了 悬内加弦呢 别干个事 别使劲 但是说 谁都会说 看到没有 悬内加弦者 类能道之 谁都能说啊 说啊 说 但一举动 你完全不能没事 这太一篇教练义 不练力 用义 不用力 对不对 我们纵观现在学台语谈的 谁问的事情 为什么 不使劲代表人 我一松我被人家打 所以大家就不相信 我们这一段班结束以后 大家一定会看到 不用力 完全不用力 你别打 现在还不到时候啊 我下次再来 你就看见 这次还不给大家 怕故障代 怕故障代 反正你们看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讲的地方 大家看啊 为什么要练义不练力呢 第一 大家有理由了 第二 有义了 对不对 你收拾这个义了 哦 我要间谍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脑子跟不上 动作一定是不会断的 大家看啊 做这动作 从这儿冷平到这儿了 中边没动过 你做得了吗 你完全做不了 他一定是一个 怎么着他怎么过来 啊 但是我们脑子都不是 到这儿了啊 几乎啊 我动作没过来的啊 我动作还是转弯的嘛 我的脑子早跑了 啊 他的脑子跟这些规律完全 来看我这手啊 上级一定收什么啊 一定收下 他没包 他不收下他都来 动作是不会骗你的 但是你的脑子不认识 发现没有 哎 到底哪点是上级收下哪点 动作肯定能弄过来的 肯定有这点 你不认识 是吧 所以 我们脑子很多都没断 我们真的不认识的时候 你没法控制的时候 反过后来你的动作 又不做错 我这是什么动作啊 大家看看 什么动作啊 我干嘛呢 哎 学个体我干嘛呢 告诉我 这动作我干嘛呢 练长了我 我练了已有规律 规律 叫什么规律啊 和谐 和谐 和谐我把它讲清楚 叫什么呀 各行其道 各安其卫 对不对 各动各的 但是要同时动 必须同时动 在太极权力 它又变成了一个要求 叫什么呀 一动无有 不动 一静无有 不静 看能让它干这事吗 对不对 大家都做吧 一会儿我先讲啊 看看吧 我腰动呗 你看我腰转呗 找这么转 你看我头怎么转上了 你看我重心动呗 手动呗 记住啊 只要你看着我手在动 我的腰一定一直在动 我的重心一定一直在动 左急上了吗 撑右了吧 你看我重心往右了吗 我说谁 叫什么变化呀 七天七天 你都看不见了 它真往右走 就这一点点啊 连停都没停 它又往左走 你还真看不见了 慢慢你就看了 它怎么溜达过来了呀 我手到中间 我的腰正好转正 我的重心正好转正 整个过程速度要特别均匀 各干各的活 同时动同时到 你试试